在我们的心事的作用下 我们总是以二云对立来看待世界 下了很多判断说这是这样子 这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心总是无法真正的安定 在智慧当中 所以会产生的对事物的实有的执着 所以会着象 但是实际上 这个本性呢 它既没有任何可成立事 也没有任何可排挙的事情 我们如果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话 那么一切的念头 当它升起的当下 它是自己托的 就像是在水上用手指去画图画 你画出图案的同时 就是这个图画消失的当下 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妄念所左右 所以在妄念的 妄念升起时能够了知妄念 如果不能够了知妄念 而是随妄念的感受去走 一直安住 一直保持在那个妄念的循环下面的话 就产生了束缚的状况 对于一个理解来讲 真正的理解是 它的心里面也是会产生妄念 也是会有分别念的 但是 当它的心里面分别念陷起的时候 因为它不追随分别念 不产生那样的执着心 所以呢 分别念是极限极解脱的 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图 水上院用手指画出来的话 它一画出来马上就消亡了 它就没有任何的执着刻意 所以就叫做心法禁止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经常就是 往上命的执着 我们要继续 在美国的执着 我们是在南部的一定价值 我们是在南部的人 你能sty合着 我再度和它 我们还要在外面上 那我们ientras 我在南部的人 我是在北部的人 讓我們去數據 的東西是讓我們去做的 剛才我們告訴你 我們的個人的確 是我們在那裡 同樣有的 你的個人 然後我們來的 為我們在一起 他們就是 我們其實 我們必須來的 我們必須 托诸边际,圣见王 当我们讲到见解的时候,如果要加以诠释的话 当然有各种的哲学主张,各种的见解 当然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极端 常有的极端跟断面虚无的极端,就是所谓的长边跟断边 所谓的托诸边际,就是不落长段二边的极端 这样子不落二边极端的见解,就是最圣的见解 基本上他谈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性空,一个是自性明 由于了知到究竟见的缘故,所以晓得诸法本性空 这是空的层面,另外一个是圣意的波罗智慧 他是决性,就是明分,就是自性明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要解释这一句话,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诠释角度 来谈所谓的见解,谈所谓的离边 可是呢,我们在这边基本上了解到 它是超越长段二边就可以 并不存在认为是在沉腾中心 参与我来的圣堂能够吃也没法 得了得呢 人家得过来的 再来是 无边深广圣修王 讲到的是最圣的圣修 这最圣的圣修要把握的是 心与虚空五分别的这个道理 就是心在外在的世界 外在的法当中 无一法比虚空更加的广大 当我们禅修时 如果了知心浩瀚广大 犹如虚空 或者说心的本性 如同虚空 与虚空无别的话 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禅修 我们用这样子来把握住禅修 应该是足够的 但是这些是 我们用来的 我们用来的 很多人 都在 我们用来的 我们用来的 这些 生物 我们用来的 说 我们用来的 我们用来的 可以对 做 我们用来的 做 这些 都是 都是生人的政治文化 生人的中央生人 生人人是生人的 无作自安 自安就是当下自然的意思 然后是最殊胜的行持之王行为之王 在行为当中一般的概念就是有能做跟所做的差别 能成就跟所成就的差别 但是安住在圣意识相当中的行持 是了知到能做跟所做 能成就跟所成就是无二的 这样的了知是自然而然承办的 心里面不再有说这个如何 这个能够如何成就 这个能够如何去达到 这个不能够如何成就 不能够如何达到 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 这个就是最深的行为 人们人家的学生不成功 人家的学生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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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人们 которого平时还罗编 有罪." banking 人家的学生不成功 在人家的学生不成功 人家也找不到 真是 人家의画 只是对于过,并没有任何的需求 就像是今天宋宫尊者曾经讲的 对于见地、禅修、行持跟果位 不要有任何的期待跟优惧 就一个初学者来讲 他有接连不断的种种妄念 可是如同前面所说的 妄念的本性在你了悟的前提之下 他的本性就是本来的智慧 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 他的本性就是本来智慧的话 那所谓的智慧指的就是念头他的本来的自相 他们的失败已经没有人 他们的失败没有人 这一辈子有的人 他当时说 差者的失败,这些失败,这些失败 这个失败,这些失败 他们的失败人 他们的失败人 失败人 那些人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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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中国留有的一切。 当我们讲到大手印的禅修的时候, 对于初学者来讲,可能有很多的肺解之处。 实际上它的要点就在于不患散地安住在普通平常心当中。 不断地安住在平常心,就是心的不造作的状态之下, 那个就叫做不患散。 在大手印的,在高举派的祖师们谈禅修的时候, 常常都是讲非典,真正的实修就是安住在心, 不患散地安住在心的那个不改造的状态当中, 这个就是真正的禅修。 这是疑似这种文章ario的平常 的發展,你 глав chociaż。 最后要不容忍散地но受尬的东西方。 巴巴和像家的关 contin域, 你管得通一证一息立得不高ですか? 但是无忍散地,她ensen如何基� 7人组。 然后跟我说我的方说有些问题, 我可以看到他在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在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比如一般的海大陆和南西 notre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在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就是海大陆和南西的地方 真是最擅長的 这是一次发展这个城市很高的 reunion 是一些东西的 我们跟着女儿说 把她的充aide关于是 那我们心里出事 尼会遇到她的 工作意义 吗 这个现在答案可能是 你也要不要把你的意志 当我们说禅修是不患散的安住在平常心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个平常心并不是返庸心的意思 当密勒日霸尊者对智孙刚不怕进行心悦的支持的时候 他跟他说 所谓的这个平常心就是诸佛秘义 可是平常心就是诸佛秘义这件事情 不代表说我们的繁庸的心就是佛心 不是那个意思的 而是晓得那个繁庸心 它是赤裸平等不加造作的那个状态 因为它是赤裸平等不加造作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平常 它不是繁庸 那样子的状态是自觉自证的 它能够自我 它具有迷信的了知 如果你能这样子来认识平常心的话 那个平常心确实就是诸佛的心意 你不能够正确认识它的话 那我们就称它叫做心事 当你正确认识的时候就叫做本质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作为一个凡夫 不能够真正认识到平常心是什么的时候 对他来说烦恼跟习气 它是起不了辅助的作用 它会被烦恼跟习气给载制 随着烦恼跟习气而战 而那些政悟者他们则不是如此 他们见到了所谓的平常心的本性 他们首先先了悟之后见到 见到之后再透过禅修不断地去生化它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对于初学者来讲 并不是很好把握的 人家统一大学 所以人家统一大学 一学生入阳的一学生 我说北京我们在北京 也有关哪儿 留板的空气 人家统一大学 人家统一大学 用协训协训协议 那些人让我们在今天 就像有四號的船 但這就是我們要用一個 如果是全世界的船 這個船就是三十年的船 就在船上 在船上船上船 來船上船 船上船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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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位在工作上 有些人在工作上 那如果是在工作上 就要用到工作上 有些人在工作上 就要用了 很多人在工作上 很容易 在工作上 有些人在工作上 为什么会有被拖到了 不是非常的明白 或者可以让人家人死去 只的话在习惯都说 还是继续等 三个人 用在 transm wyk之中 这么行 一般本身吸取 不离开 但是我以为他在那里 那么我会遇到他们的 但是我们就被设在那里 所以我会设置 我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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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设置